这一点也说完成之后呢 那我们现在来再去维护数据库的时候呢 就可以去借助他去维护数据库了 好那关于数据库的东西呢 咱们就说完了 说完成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去说什么东西呢 再去说另外的一个扩展 那在张狗当中大家去做的话 是不是应该已经接触过张狗里面 可以去发送邮件了呀 对吧 他内置是有那种那个邮件功能的 但是在Flux当中呢 内置情况下是没有的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借助第三方的扩展 也让他去发送邮件 那只不过是说发送邮件的时候 引入扩展之后 他的整个流程跟张狗是类似的 所以咱们关于这一点的话 咱们只要了解一下这个流程就可以了 首先先来看一下 如果让Flux他也支持发送邮件的话 怎么去做呢 我们得去安装一个扩展 他就是Fluxmail 所以就相当于PIP installFluxmail 把这个东西安装进去 他也就可以能发送邮件了 那在发送邮件的时候 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在张狗当中要去做什么配置操作呀 我是不是得先去构建一个账号啊 那个账号里面我得有了 这个账号有对应的服务器 我才能往外去发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也是相同道理 你去找一个邮箱服务 任何的邮箱服务里面都可以 然后你去找一下 里面去开启一个SMTP 这个SMTP呢是最重要的 它是用来去发送邮件的 而前面这个Pop3或者IMAP呢 它是收邮件的 所以你在这里面去勾写Pop3SMTP呢 或者IMPP这个SMTP呢都可以 只要后面是SMTP 它是真正的用来去发送邮件的服务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把它开起来之后的话 那有些邮箱当中的话 你在去对接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会让你直接用的账号密码啊 而有些邮箱的话 不让你用你账号所用的密码 而得是说让你进行一下授权码的生成吧 对吧 还有没有印象啊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我们相当于在这里面的话 要去点击一下生成授权码进行操作 在这里面写完整之后呢 回过回来就可以进行配置操作了 我们这个配置操作呢 要给它放到哪呢 也是放到Flux里面的对应的配置文件当中来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再给这个Flux添冲配置文件的时候 在课件当中 是不是又采用了另外的一路纸方法了 那这种方法的话我们怎么去理解呢 之前是不是跟大家去强调过 APP对象里面那个config 那个配置信息 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个字典吧 所有配置信息都在字典当中呢 那你说像字典当中一次性添加多个字段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方法 就是upgrade的方法 update的方法吧 可以把数据呢 一次性的东西通通的全填充进去 这个update的方法陌生吗 应该不陌生吧 陌生是什么 那现在来看一下 这是对于一个字典的操作啊 那现在既然陌生的话 把这个命令就记下来 因为字典当中呢 如果一次性去补充新的建制度的话 那你可当于就是像我们说的 像之前一开始说的 你像字典里面添加这个属性 那就好说了 一个一个添加好说 那就app.config 比如这config不就是一个字典吗 你想添加上一个一个建制度的话 那给它直接去使命所以的方式 你填他的键是什么 直接放过来 对应的值往后放吧 这只能是添加一个建制度 如果说你想一次性往里面添加多个建制度的话 怎么去操作呢 直接实行的就是 它是一个字典 字典里面会有一个方法叫做update的方法 然后呢 你就直接update的方法 然后在这里面呢 就直接 你要去添加哪个k等于value 比如说就是k1等于v1 然后对应的kr等于v2 你把对应的建制度的统统的都往后放就可以了 它会把对应的建制度的全塞到那个字典里面去 而且说如果字典当中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那个建制度的话 它会把你之前的建制度的东西呢 给你覆盖掉 以你最新设置的那个建制度为准 这能明白是意思吧 所以呢 它把这个方法呢 叫做update 叫做更新的意思 没有就给你塞进去 有 就给你变成最新的结果值 这是关于字典 它所去支持的这样的一种方法 这个方法呢 一定要去会用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kfake呢 它本身就是一个字典 所以呢 我就可以通过这个字典的update方法呢 给它塞进去这些参数 那看一下这些参数都有哪些呢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说我们所去提供的邮件服务器 它是谁 你使用的是哪个邮箱账号 你就去使用哪个对应的邮箱的服务器 然后第二个参数 你所去使用那个服务器 它所对应的端口号 它让你是使用哪个端口 你就放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还有第三个 这个mailusetls呢 这个mailusetls呢 代表是传输的时候 是不是用到安全的 这种sl的加密的方式 那有些服务器呢 如果说底下 其取共加密的话 你就把它设置为真 然后呢 追应的这个端口号 也是这样的真的端口 如果你去使用的话 它告诉你在进行配置的时候呢 并不是加密的一些方式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你就应该是否端口呢 就会换到另外的一个端口 然后呢 接下来再来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还有就是你往这里面 数据库的 把这个邮箱服务器 在进行连接的时候 使用的用户名是谁 放到这里面 然后呢 对应的密码 这个密码的话 就要注意 你就有可能对应的 并不是你用户的真实密码 而是那个授权的密码 或者叫做客户端的那个密码 在这里面 一旦配置完成之后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想去发送邮件 在Flux当中发送的时候呢 就要对应的是 创建一个 没有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它就是一个工具 我们在想进行发送的话 就是借助这个工具来 那在进行构造这个对象的时候呢 你得把APP传给它 因为它要从APP里面 去读取对应的这些个配置信息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然后紧接下来 我们再想去发送邮件的话 就通过这个没有对象里面的 一个Send的方法 通过这个没有里面 Send的方法 就能够往外去发送 那在张国当中 去发送邮件的那个方法 还有印象吗 是核心模块 没有模块里面 有个叫做Send的没有方法吧 是那样的一个方法 让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那在这个里面 Flux在发送邮件的时候呢 它发送的这个Send的方法 所接受的这个东西呢 它比较特殊 它也是一个类的对象 是一个什么类的对象呢 是一个邮件的 整个消息的抽象 出来的一个对象 它在哪呢 也是在我们所安装的 Flux没有当中 所去提供的叫做Message 所以我们要想进行发送的话 得先去创建Message 这个类的一个对象 在这个对象当中呢 我们去声明 相对应的整个邮件的相关信息了 你比如说一封邮件里面 会包含它的标题subject 那就作为Message 当中的第一个参数 第二参数呢 去指明你要发送的 至于谁的身份 进行发送Sender 然后呢还要去指明你发送这封邮件 是发送给谁的 它也是一个列表的东西 可以支持有多个接收人 然后一旦说明完成之后呢 那接下来就会给我们返回出来一个对应的Message对象 有了Message对象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里面对应的邮件的 这个邮件体的内容给它补充进去 它是在这个Message对象里面的包体属性 通过这包体属性呢 给它设置一下对应的邮件的内容 是什么样东西 然后呢 有直接再把这个Message对象传给谁呢 传给这个Mail里面的对应的Sender 传给这个Sender方法呢 它就能够帮助我发送出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使用流程 那之前跟Jangle进行对比的话 Jangle里面那个SenderMail这个方法的话 相当于是怎么做的呢 那个SenderMail 把这个邮件的标题 Sender还有这个接收人 通通的是不是都放到那个Sender Mail那个函数里面去做了 作为参数去进行接受的 这种的话相当于就摘出来了 再做了进一步的封装 先封装出来一个Message对的一个对象而已 好 这就是关于这个邮件的使用 那整体流程因为跟Jangle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去说了